《御主同行》 欢迎大家收看每日《御主同行》 我们在这里一起思考 耶稣基督是如何教导他们的门徒祈祷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有记载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 我们很熟悉的主通文的经文里面 当然有记载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要进入祈祷 特别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祈祷 原来我们真的需要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首先要明白耶稣基督 如何看天父上帝 耶稣基督如何看这个问题 之后我们发现原来在祈祷之先 我们要将过往我们对祈祷的一些认识 一些想法可能首先放下 当中牵涉到你和我最着紧的生计 无论是金钱物质 无论是人生的意义 道德的价值 甚至是宗教的价值 耶稣都告诉我们 在那些事情上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挂心 因为都是那句了 我们祈求已先 我们的父 早已知道 知道我们的需要 知道我们实在状态是怎么样 唯有我们能够放下 我们才可以虚心地来到耶稣面前 问耶稣你究竟是怎么样祈祷 因为世界的人是这样祈祷 我们过往都是这样祈祷 我自己都是这样祈祷 过往很多时候我是自己和自己祈祷 自己和自己说话 严格上说那些不可以叫做祈祷 那些说好像卡通边说 是一种的念力 几百人走在一起 用念力的来捉现一些东西 发生 其实那些不是祈祷 在圣经里面说 那些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那些只是反映了你和我 在信不过上帝的氛围里面的焦虑 那祈祷是什么呢? 在耶稣基督的主土文的 最初的几句 其实都不是关于耶稣基督 愿你的名 愿你的国 愿你的字 如果祈祷是和天父上帝的对话 我们有没有关心过天父所关心的事情 上一次你真的和你的父母 或者一些长辈 坐下来聊聊天 理解一下他们的心愿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你和我都很匆忙 打点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连我们的长辈想要什么 其实我们都没有花心 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给家用 照顾着父母 也许我们都需要再一次问自己 我们的祈祷究竟是为了自己的焦虑 擔挂和危险而发出 还是真是挂心 天父上帝想挂心的事情 为什么信了耶稣这么久 你和我从来这么少 关心天父的心事 彷彿他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够 在祈祷里面 你从我都发现 在祈祷里面 原来上帝有些事情很想要 在此世还未得着 或者这一个 是你和我面对祈祷一个新的行动 究竟天父上帝挂心些什么 在这个对话当中 我怎样能够满足祂的心意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烦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私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路加福音》十一章二至四节 和系频道其实是建立一个新的平台 即是跨地域 跨年龄 跨领域 以至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可以吸收到不单止一些新的资讯 以及能够对生命是有反省 亦都是对这个世界有新的认识 最终是对神有一个新的了解的一个频道 所以我是带着期望来到观看这个和系频道